因為有媽媽的愛 反而看不見自閉症的女子 栗振文是位患有自閉症兼過動症的創作者 透過學校老師的繪畫指導 在繪畫創作中 栗振文逐漸找回信心 重新燃起生命的希望 其實我思考最久 只有那一方法 日月辛苦 因為為什麼 日月辛苦 那時候 那時候我在畫的時候 想不出來 那時候我就自己有一點點 無精打采 就躺在床上閉幕仰傘 然後等到閉幕仰傘完之後 起來 啊 怎麼 將近六點 那我就才發現我自己睡太早 然後 後來我過幾天之後 那時候我就想到 就將那個 那一筆 畫出來 那一筆就是 藍 藍的那個 在對 月亮的那 把它畫出來 畫出來 然後畫出來完之後 將它 上底色 上底色完之後 然後 然後不知道 要加什麼技巧 後來等它 上底色完之後 等它乾了之後 過了 過了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然後我就 上網去看那個 大海那種的溫路 看完之後 寄在腦袋裡 就用那種掛刀 這樣很大 畫出來 栗正文的創作 包含對神明的描繪 稀有物種生動的呈現 外星人系列 以及仿名畫的趣味創作 作品色彩豐富 生動有趣 將內心的事件 表現在繪畫中 時方新聞 王天倫 許建議高雄採訪報導